一季度全国GDP同比下降6.8% 续1992年来 中国经济首次出现季度性萎缩 随着复工复产推进 未来经济将呈现何种走势 国际疫情蔓延又将带来哪些不确定因素 美国政府发布复工指南 日增病例两三万 单日死亡人数屡创新高 疫情尚未得到明显控制 特朗普的三步走能否重启美国 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 就在今晚 我是小雪 我是尹凡 欢迎收看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当前疫情防控工作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要求各地要加强和完善 外防输入举措 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 精准抓好内防反弹工作 对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要加强流行病学调查 及时发现其中暴露出的防控问题 加固薄弱环节 补上短板漏洞 会议强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前提下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大六稳工作力度 保居民就业 保基本民生 保市场主体 保粮食能源安全 保产业链 工业链稳定 保基层运转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备受关注的今年 一季度的GDP的数据今天出炉 受到疫情的影响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 分产业看 第一 第二和第三产业 分别下降3.2% 9.6%和5.2% 不过总的来看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 我国经济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尤其是三月份 随着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 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明显收窄 工业产出的规模 接近去年同期水平 国家统计局表示 随着各地加快复工复产 二季度经济表现会明显 好于一季度 2020年养老金上涨5% 民生领域今天传来了重磅消息 人社部和财政部最近印发通知 明确从2020年1月1日起 为2019年底前 已经按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 并且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 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提高养老金水平 总体调整水平为去年月人均 基本养老金的5% 各省以这个比例为上限 确定调整比例和水平 至此 我国基本养老金已经实现16连涨 面对疫情必须实事求是 武汉市在今天发布通报 对于全市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 和确诊病例死亡人数做出定证 根据通报 截至到今天零点 武汉市累计确诊病例的死亡数 为3869例 比原来的统计合增了1290例 累计的确诊病例增加了325例 造成数据差异的原因 主要是疫情前期收治能力不足 有些患者没有入院治疗 在家中病亡 救治高峰期是各医院忙于救治 客观上存在迟报 漏报误报等等现象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表示 确保疫情数据公开透明准确 是对历史负责 对人民负责 对逝者负责 好 进入焦点对话 疫情冲击之下 全球经济衰退袭来 世界第二大经济底 一季度的成绩单备受瞩目 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GDP受到疫情冲击明显 出现自1992年以来第一次季度性萎缩 那么多的GDP都去哪了 统计局发言人直言 这是救人的代价 一季度是我国疫情防控最为艰巨的时刻 工厂停了 商场关了 受此影响 工业生产和市场销售均大幅减少 投资活动和货物进出口也在放缓 不过也要看到一季度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下降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也有所回落 如何看待这样一份成绩单 毛胜勇用了三个字 那就是平常心 尽管速度是下来了 但是我们整个的产业体系并没有受到冲击 这个中国经济长期消耗的这样一个基本面 他不会说因为一个疫情短期的冲击就发生变化 毛胜勇说平常心 那么怎么以平常心来看待中国一季度的成绩单 我们马上来连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经济研究部的研究员张立群 张先生晚上好 我们看到一季度的中国GDP增速是创下了历史新低 而且相比2019年的四季度增速 环比下跌了超过10个百分点 那么对于全国经济而言 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我想这个表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就像周治区会议所强调的 这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我想中国经济确实是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从刚才您讲的这个数据来看 和去年的第四季度比较 我们这个GDP增长率下降超过12个百分点 如果和去年同期 去年第一季度比较 那么降幅超过13个百分点 这么大的降幅在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这个GDP增长率的变化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我们讲这个危中有机 中国经济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 经济增速是持续下降的 GDP增长率从10.6%降低到去年的6.1% 在这个时候还有很多讨论 就是中国经济增速是不是进一步下降是合理的 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底部 这个实际上一直没有定位 这一次在疫情的冲击下 我想中国经济这个底部现在已经很明确了 这个负的6.8% 这必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底部 这一点是形成共识的 所以这个底部回升 中国经济由疫情冲击之后 开启一个持续的回升 向好的这样一个周期 我想这个也是明确的 所以我想这个危中有机 确实任何事情都是两个方面 所以我想了疫情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机遇 危中有机底部确认 所以我们也注意到今天A股不仅跳空高开 而且最终以上涨暴收成交量 也明显的放大 所以并没有受到今天公布的这个 92年以来第一次季度经济收缩的 这个数据的影响 您判断市场的信心 是不是也来自您刚才说的那些事情 对我想市场信心 主要还是对中国经济的 强大韧性的一个故事 这个强大韧性我想既来自于 这次疫情的这个考验 这次疫情对各个国家 都是一次大考 而中国在这次疫情防护当中 所体现出来的综合能力 我想了还是可圈可点的 这个是让我们大家分享信心的 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经济恢复增长的能力 基于对中国经济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情况下 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个3月份的数据 比2月份有显著的灰难 这样我们从这个市场各个方面也都感受到了这样一些变化 就是互工互产的这个成效 所以在这个季度上大家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这个是必然的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4个自信 就是我们这个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和我们这个文化自信 这样它表现出对我们整个综合国情的一种共识 对中国经济在应对各种重大困难 它的能力的一个共识 的确三季度的这个经济数据表现出非常强的这个反弹的势头 但是呢大家对于中国经济二季度 也就是接下来的表现以及全年的走势也非常关注 3月份多项重要数据大幅收窄 跌幅大幅收窄显示出随着复工复产加快推进 经济已经出现了回暖的迹象 其中呢食物商品往上零售额增长了5.9% 比上年同期提高了5.4个百分点 更凸显出线上消费等新业态的旺盛的生命力 不过呢也要看到受国际疫情的影响 二三季度外需和供应链受到的冲击也前所未有 出口也将承受较大的压力 中国开放型经济如何应对考验也十分关键 对于今年中国经济走势 MF最近做出展望增速为1.2% 是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少数预计为正增长的国家之一 MF还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为9.2% 统计局今天表示 今明两年平均下来 中国经济平均增速应该在5%以上 那么稳住了2020年 基于又在哪里又有哪些砍要卖 我们继续请教张先生 张先生刚才您提到这个政治局会议 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上也特别提到 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来对冲疫情的影响 您觉得对冲疫情的影响 宏观政策的发力点应该在哪里 当然我想了还是要把这个扩大力区这个战略要坚定不移的要把它落实好 包括了释放消费的潜力 包括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中国经济实际上它现在正处在全面推进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我们在2050年 建成社会主义先化强国的目标 它是要求有一个高水平的城市体系 有一个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 和现代化的公共的体系来支持的 所以要完成这些体系的建设 是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来推动的 包括我们这个老旧小区和这个城市住房体系的改善 所以这样要实现人民群众 在2050年那个时候美好生活的需求 它是需要大量的这样一个投资建设 来建设我们更高水平的城市 更好的基础设施 包括公共服务 住房等等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想了我们的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这个里面潜力是非常大的 投资一旦充分地发动起来 它的作用一旦充分表现出来 企业的订单会显著增加 就业和居民收入会显著得到推动 消费了也就会积极地得到扩大 所以整个内需了这段期就走活了 所以我想了这个从政策来看 我们应该把这个更大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这个坚定不移的这个扩大内需的这个战略方面体现出来 通过内需的持续扩大 通动中国经济 不仅要从疫情冲击的谷底要爬升出来 而且呢我们要违规到我们的合理增长区间 我认为应该是在7.5到8.5这个区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开启中国经济一个持续向好的这样一个新的上升中期 所以您谈到了这个扩大投资 您也谈到了扩大消费 那么大家现在比较担忧的是一个出口的问题 因为国际的疫情并没有结束 IMF预测今年全球可能面临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那么怎么避免外部环境的冲击 这个外部环境冲击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方面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要有必要的预案和应对准备 对这个外贸这方面做好各个方面的支持 另外一个方面要看到中国经济是内需独岛型的这样一个大国经济 而且呢有世界最为完整的一个产业链体系 而且它从发展阶段来看 它的这个成长性和内生的这个发展能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来终于这些条件 中国经济是有望在这个世界经济比较困难的局面当中 率先走出一个恢复向好的这样一个轨迹 我想了中国经济这样一个轨迹 那么对于世界经济可能也会带来积极的贡献和重要的拉斗 好的谢谢张先生 所以客观来说 目前期待中国经济出现V型反转可能不太现实 在全所未有的不确定因素困扰之下 中国经济的复苏更有可能像一个Nike的logo 虽然底部有点长 但向上的趋势是坚定 1990年4月浦东开发开放正式拉开大幕 今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题为 浦东永丹使命在出发的文章 聚焦浦东30年来的发展历程 文章表示 中央要求上海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而浦东就要做排头兵中的排头兵 先行者中的先行者 从习近平对上海提出的三大重要任务 到去年上海市委市政府要求浦东 用7年左右的时间经济总量突破2万亿元 浦东使命在坚 而对于新浦东而言 未来已来 30年浪奔浪流 浦东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前后衔接流动的过程 在浦东30年之际 我们也请到了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赵启正 作为改革的亲历者 共同一往私来 30年前 浦东的开发者们以一句站在地球一旁思考浦东开发 为浦东开发开放的起步提供了一个大历史的视角 30年后 浦东开发开放早期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赵启正 在黄浦江畔面朝浦东跟我们一起重温往事思考未来 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们在时长里贴了一个标语 写的是要站在地球一旁来思考浦东开发 当时全球化已经开始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要和外国对话 一定是最重要的经济城市工厂城市来对话 就是伦敦 纽约 巴黎 东京 新加坡 那中国呢 中国是哪边 应当是上海 但当时我们的实力不够 我们通过开发浦东 使它具备国际对话的能力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外高桥的保税区 我注意到它的名字就是Free Trade Zoom 其实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自贸区 这个是某种巧合呢 还是就是一种前瞻 当时设计外高桥保税区的时候 我们调研了世界我们收集到的 所有的自贸区的资料 完全是按照自贸区设计的 所以我们为了吸引外资英文 就是Free Trade Zoom 所以这是一种前瞻 而且也是我们前面说的 这就是面向世界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回顾起来 我们当时普通有什么特点呢 我觉得就是两点 一个改革开放概念的坚持 一个是胆大和创新的结合 这两个呢 不结合的话 只胆大会盲动 只谨慎会保守 不可偏废 我们要不停步 要继续改革 Free Trade Zoom这个英文名 如同历史的伏笔 二十多年后 这片地方建起了中国第一个 自贸实验区 随着中央赋予上海新的三项重大任务 浦东又有了新使命 那您看这三大任务 它会给上海带来什么 在这个当中 浦东又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这个三大任务呢 实际上让上海挑更重的单子 不只是做好上海 而是要做一种引经 发动起来 把整个长江三角洲做给腾飞 而至于对全国服务 从而在世界上呢 显露我们的阵容 我们的光彩 我们的作用 我觉得浦东要进一步深刻的思考 还是要继续的在地球仪旁边思考 浦东开发已经三十年了 当初的具体的经验 我觉得可以参考 但是不能重复 可以重复的是什么 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改革开放的精神 今后的战斗更艰苦 更要自力更生 关键的技术 要中国做牵头羊 关键的基本的发明 我们要占足够的领域 当年的美少年 现在到了儿立之年 今天你想对他说什么 今天三十年 还是一个过程 我们有幸我们的年龄享受了这个过程 但是我今年已经八十周岁整 往后的过程 就是你这年龄的人去继续享受 但享受这个过程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有奋斗的机会 自己的一个设想变成现实了 自己的一个蓝图变成实际了 这种享受是至高无上的 正是依托于一代又一代人 立足全球视野之下的大胆创新 这片土地上 崛起了全国第一个保税区 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三十年来 浦东在全国创造了五十多个第一 无负于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称号 春节一过 在临港片区管委会的帮助协调下 上海特斯拉按下重启键 目前它的产能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并于本月发布了国产Model 3长续航版车型 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而特斯拉能够落户上海 正是制度创新的结果 2018年7月 上海发布100条开放新政 放开引入国外新能源汽车 放开外资股比限制 特斯拉才能第一个吃螃蟹 回望过去三十年 正是在一次次突破制度翻离的过程中 浦东完成了跨越式的发展 开放初期 浦东率先全面推开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 搞活了土地二级市场的资金空转 批租实转 成片开发的开发模式 步入21世纪 浦东主动提出 不要政策 不要项目 不要资金 在2005年 率先获批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推动了300多项改革任务 2013年 浦东又成为自由贸易的试验田 中国首张负面清单在这里拟救 成为依照国际通行规则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支点 先照后证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商市登记制度改革 越来越多的制度创新成果 从浦东辐射到全国 成为助力中国发展的新引擎 有关这个话题 我们在上海演播室 邀请到了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 研究员浦东新区区委研究室原主任张勇 张先生您好 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 我们那个时候来搞经济特区 来开发浦东新区 那个时候是为了以点代面 来推动经济体制的一个改革的话 那么在进一步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当下 浦东又承担着怎样的责任 浦东开发经过30年的发展 确实形成了很强的经济基础和实力 那么我们都知道浦东 在1990年确实是改革的一个产物 这个开放也是我们浦东的生命线所在 所以我觉得在新的时代 我们今天浦东必须仍然坚持改革和开放 这个生命线 浦东的意义在于它的窗口价值 在于它的示范的价值 在于先行先事 那么我觉得这个30年来 我们可以看到浦东的物理高度 不断地被刷新 从20几米高的消防塔 到现在632米高的上海中心 我们的负面经济不断地缩小 从190条到现在的37条 我们的办事效率也是不断地提高 所以这一切都是体现了浦东的变化 那我觉得展望未来的话 浦东我个人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定位 一个就是我们浦东要在自贸区的框架下 要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框架下 进一步地成为综合改革区 它的改革不仅包括金融的国际化 包括贸易的便利化 投资的自由化 还包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第二个浦东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成为一个压力的测试区 也就在开放的环境下 来测试一下我们的管理体制 还有没有哪些短板哪些漏洞 然后我们及时地能够把它补上 第三个的话浦东 这个应该是在政府的治理能力上 在政府的在照上面 要进一步地敢于自我革命 第四个 因为我们有了芯片区 芯片区是按照经济特区来管理的 所以浦东怎么样能够来打造特殊功能区 所以这个四个区 我认为是未来浦东的一个大方向 那么浦东在高水平的开放的情况下 怎么样促进高质量的发展 浦东能够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本 能够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也成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 这是浦东未来的使命 所以刚才有句话说的 我觉得对浦东的定位是特别深刻的 那就是浦东未来就是排头兵中的排头兵 先行者中的先行者 当然展望未来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要求是更高的 2025年的时候浦东要实现是2万亿的GDP 要再造一个新浦东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18年的时候 浦东的GDP是1万亿出头 算下来7年要翻一翻 难度不小 要实现这个目标 抓手在哪 主持人我觉得我们2019年 定到1万亿到2万亿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发生 今天我们疫情发生了 今天公布的数字 全国的GDP一季度是下降了 百分之负的这个下降了6.8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1万亿到2万亿 7年时间是不是还要坚持 因为简单的算个数学的话 这个我们的民意增长率 要达到10.4% 所以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现在定这个目标的话 还是不能动摇 定这个目标是为了 希望能够激励我们的干部群众 能够进一步的奋斗 浦东要占上海GDP的三分之一 浦东稳定了 上海才能稳 从经济角度来讲 然后呢 这个GDP不是我们为了GDP而GDP 我们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制度创新 希望通过改革的深化 最后来它的一个自然而然 水到渠成的结果是 我们GDP有了增长 我们GDP有了翻番 那么要实现这个GDP的翻番的话呢 确实要有具体的抓手 首先产业在哪里 第二个项目在哪里 第三个土地空间在哪里 第四个咱们政府的这个服务到底在哪里 第五个我们的功能在哪里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浦东呢都有了个非常好的谋划 现在的关键的这个关键就是 我们在疫情的防控的情况下 我们要保持定力 要增强我们的任性 刚才张先生说了两个这个关键词 一个就是创新 一个就是开放 那我们也看到 其实要实现在造一个普通的一个目标 不仅是要有软环境 也要有硬实力 4月15号的时候 张江科学城的总部员 和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的产业员同时开源 那么张江总部员 他的目标是要打造生物医药等等 科技企业的总部 和上市公司总部的集聚区 首批签约入住的17家企业呢 市值超过了5000亿 而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员 则是聚焦5G 智能驾驶 物联网等等重点应用领域 实现核心技术布局 在今年3月的时候 浦东新区呢 对外发布了六大硬核产业的 发展布局以及目标 明确到了2025年 要形成中国新创新药 蓝天梦 蔚来车 智能造 数据港 6个千亿级规模的 硬核产业集群 以实现产业能级的倍增 来推动高质量的发展 那么两大园区的开源 也是浦东为了推进 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 迈出的具体的一步 我们再次请出张先生 给我们带来解读 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数据 那么到2025年 要打造6个千亿级的 硬核产业集群 这对于浦东 乃至对上海未来的发展 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因为我们前面一个话题 提到了浦东的GDP 要翻番的话 那核心就是要有产业 要有产业的话 核心还是要有项目 那么这个六大 这个硬核产业的提出 我觉得还是回答了 我们前面的这个问题 那么在今年是 十三五的收官制年 五年之前我记得 我们在研究 十三五规划的时候 这个有一个话题 上海不可能没有制造业 第二个 上海的制造业 不能低于一定的比例 上海的服务业 不可能无限制的扩张下去 不可能达到90% 95% 上海一定要有制造业 但是上海的制造业 必须是要高端的 必须是绿色制造业 要讲环保 要讲劳动者权益保护 同时我们要是金色的制造业 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那么上海的制造业 不仅是为上海服务的 不仅是为上海增加GDP 而且要破解全国的 这个硬核科技 硬核产业的一些难点 和短板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六大的 这个千亿级的产业 它的意义是非常大 如果这个产业做起来了 我们有四组关系可以处理好 一个处理好了 我们上海的科创中心 和这个其他几个中心的关系 第二个我们处理好了 上海服务和上海制造的关系 第三个我们处理好了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 最后一个我们处理好了 发展上海和服务全国的关系 那聊到这儿 可能就有一个 眼下非常具体的一个考验 您看在疫情之下 全球经济承受的压力 都是非常巨大的 尤其像浦东 它是具有高度的一个开放性的 那是不是受到的冲击性 会比较明显 那包括像这些硬核产业 它的招商引资呀 上下产业链的环节等等 会不会都受到相应的影响 又该怎么样来化微危机 这个问题非常好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浦东建成了经贸大厦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 浦东建成了环球金融中心 2020年我们面临全球疫情的时候 浦东到底能够建成 怎么样一座封碑 这就是考验 我们浦东人的智慧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要化微危机的话 最近上海出了两个重要的政策 一个中央部委给了上海金融30条 要挡造这个战案和离案的金融中心 第二个这两天 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一个 发展在线新经济的 这么一个政策意见 我们看到最近的 无论是顺丰 还是比利比利 还是这个瞩目等等 这样的一些远程的教育 这个发展的非常快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跨境电商 因为大家出国购物 目前的预期已经降下来了 所以我们如何利用 跨境电商的零售进口 这个利用保税区的 这样一种进口便利化 我们为全国服务 这个其实机会是非常多的 那我认为呢 要化微危机主要是两条 一个要让浦东成为全球的资产交易的一个避风港 那么成为避风港 首先社会要稳定 社会这个要安全 然后城市要文明 第二个呢 我觉得要成为自由港 要成为经济活动的一个自由港 我们要进入的开放 其实说到这儿 今天就有一个例子 河马先生呢 今天呢 就是把总部落户在浦东 未来是要打造一个 叫做年营收超百亿的产业基地 这就是新业态的一个代表 是 30年来浦东在全国创造了50多个第一 那么这些第一就像是种子 播撒在了改革的试验田里 收获了丰硕的果实 今天32里的浦东 又有了新的使命 那就是永当新时代 全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标杆 未来任重而道远